摊着个屁 所有家常菜的终结都是大杂烩 不到长城非好汉 然后我就被迫踏上了去长城的路线 然后但是去长城之前 咱得补充一下能量 吃点顶饱的 好吃的 就谁能想到 我专门跑到昌平镇来吃 不会没开门吧 然后我们就来了 这个 躺在我收藏家里面的大饺子 不是大肘子 这还能看到包饺子呢 不想吃的馅不 其实我 死碎了我 我也是做大碎了我 你好点餐 那个大拌菜跟那个面 我里面的菜量是一样的吗 还是这个更大一点 你要来吃大拌菜 然后一个开运肘子 一个沙锅豆腐 再一个饺子 有那个西湖不是那个 番茄鸡蛋的吗 那有了 那有了 多甜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残量 它这个是给拌好的 然后里面应该加了 不少糖 还有一个 这主持续也给吃饱了 你们多吃点 吃我大椒蒜泥 我的粥子来了 哇塞 吃上了 吃上了 我终于吃上了 那大家都不吃了吗 嗯 吃什么薄吗 就是薄蜡蛋 好吃呗 好吃 但是我想吃粥子 那大家都不吃了吗 看那个皮 对 哇塞 我的妈呀 太好吃了 我吃了 这些 就吃了 很好吃 我做个气 它特别酥 我边特别酥 里边很抹 我已经把我的沐浴挤发出来了 外面特别酥 它是裹了一层那个很薄很薄的面糊 所以不会觉得特别奇怪 好吃吗 我本来以为炸的丸子会很腻 几乎 完全不 来个小饼 来点甜面酱 黄瓜条 炸的我吃的这个太好吃了 是吗 嗯 我先来一口这样子 它味道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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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吃 你一说豆豆的我都不愿意吃 对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 我喜欢吃的 可以了 砂锅豆腐 谢谢 我来一口 不是你这个底下调的啥呀 蒜 辣椒 醋 完全把肘子味抢走了的感觉 这东西就得直接吃 整个盘子都觉得这么大盘子 点彩的还这么大盘子吗 我爸嫌人家菜量小 盆太大 哎 它底下这个汤是浓稠的 点妹 炒点儿 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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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不错吧 嗯 它这皮间有一点胶 里面都感觉很嫩 但我最爱的还是这肘子 酥而不腻 我可以自己炫一盘 嗯 不不不 我开玩笑了 我来两个饺子 哇 这还不错啊 这饺子 里面馅确实挺大的 粗子还不错 嗯 不会是苍平镇排名第一的家常菜馆 我这个皮 顿顿 我有个想法 对 你这么有 好 嗯 没有 它这个饼也挺好吃的 它这边糖那么多 对 因为饺子很有汁水 我来这饼 咬一咬 我算了 你好 拿个小饼 都少少 酱 好 好 我想来一口你这个 葱姜辣椒好香 把我搞点这个辣椒 再来点这个凉菜 真的这个凉菜居然里头可好吃了 太好吃了吧 外面酥酥的里面很嫩 里边还有肉末 你叫个勺子这样宽着吃 还有筋调的也很好吃 竟然配米饭也觉得很绝 你好 要一碗米饭 这个米饭长得太好看了 我再来点这个花生米 所有家常菜的终结都是大杂烩 太好吃了 太香了 我的干饭天赋 早有遗传 我们三个月半小时炫完了一个肘子 爬上橙子了 不是人爬的朋友们 这个我精神教练看了都得笑呀 就这个坡度 然后就人家都得这样下来 我已经走不动了 我已经走不动了 他们鸟两口真的是 已经走不了了 就被他硬生生的架上去 朋友们 你还架也得架上去 妈妈你真厉害 太好了 太好了 朋友们终于看到了 我的天哪 胜利了 胜利了 我爸在上面不知所踪 我妈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走了朋友们 好